我有分章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和弦的按法 就是在 就是吉他紙板上的按法 所以 因為這個 我是用手寫的 所以我當初又花了一點錢 請 會美工軟體的朋友幫我 用那個電腦 畫上去 所以 比如說這個是 major 7和弦的系統的按法 在吉他不同紙板上的按法 六和弦的 暑七和弦的等等 好 那 這些東西 我寫的這些東西 其實和弦還蠻多的 但是 其實說真的只是 一些比較基本常用的和弦 對啊 但是已經 已經 已經非常多了 再生下去其實還有很多 因為每個厲害的樂手 都有不同的 他的不同的思維 他不同的套物 他喜歡用的和弦 有些人 手如果很大 你可以自己 做一些 一般吉他手做不到的和弦 等等 然後 接下來我講到音階 也是一樣 我介紹各種不同的音階 然後 接下來我有一個列表 列表就是在講 什麼樣的和聲下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音階 那我希望大家有一個 你可以說 你知道了就好就好 知道了 知道 就是一個知道的層面 我知道了這件事情 我知道隔壁那戶鄰居 家裡面有四個人 你就知道就好了 我沒有叫你去 再鑽進那一塊很學術的東西 你就知道就好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這一篇 叫做伴奏篇 看我有 接下來就是三個東西 有三篇不同的章節 第一個叫做 康品 第二個叫 core melody 第三個叫 single note soloing 就是說 康品就是伴奏 那 我在講伴奏的時候 的心理狀態概念想法 這個東西我寫了蠻長一篇文章 然後接下來是提供了伴奏範例 然後我會有一個伴奏的想法 比如說不同的編制 你應該用什麼樣的和聲 會比較好 我也會寫在上面 然後我接下來提供了一些範例 這範例就是都有附譜的 也有六線譜 也有五線譜 這樣子 然後 這些範例 然後接下來 之後 翻例之後就叫 core melody 篇 因為core melody 什麼樣叫core melody Joe Patz 彈的那個東西叫core melody 他在自己在那邊 solo guitar的時候 這個東西可能被很多人 覺得吉他頭 視為高難度的一塊 事實上 還真的挺難的 我也提供了 我有講說 core melody 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接下來 也是提供不同的範例 有五線譜跟六線譜 這樣子又一張 那再接下來 這個叫獨奏篇 獨奏篇的話 就是 single line single note soloing 就是英文的single note soloing 就是 我把它分成兩個區塊 第一個就是 短句 然後第二個是歌曲 短句的話就是 比如說我會寫四個小節 或八個小節 的 有時候是一個和弦的 就是爵士樂比較常見的 你比較常看到的和弦進行 比如說 如果只有一個小 只有四個小節 或八個小節 我比如說 major C major 7 或C7之類的 那 會有什麼樣的solo 跑出來 那 我每一個和弦 我都會有錄製大概 有時候是兩個 有時候是四個不同的 就是 句子當例子 那 這樣的東西 然後 其實還蠻多的 你看 這些東西就 一個一個的 比如說第一個 是C major 7 那我 我印象中應該提供了 四個不同的 例子 然後第二個是 C minor 7 然後 如果是C major 7的話 你就會自動去 我只提供一個C major 7 但是你自己可以練的就是 比如說F major 7 B flat major 7 8 flat major 7 D7 十二個調的D major 7 都可以自己試著在上面 做即興演奏這樣子 好 那 這樣的東西很多 然後也有很多和弦進去 比如說 3625的 比如說 各種各樣的 就是從爵士的標準曲上面 我覺得很經典的和弦進行 你必須想辦法讓你耳朵聽熟的那樣的東西 我都列在上面 然後 不是說所有 我把覺得很基本的 你可能要進入這一塊 你一定要去理解 去聽到的東西 我都有列上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歌曲篇 也是一樣的 歌曲篇就是 其實這裡面就是 各種不同的歌 然後他的 歌的和弦進行 其實都是 爵士樂的標準曲上面的 然後 我們就拿那個 標準曲上面的和弦進行 我彈了 每一首我都彈了大概兩分鐘的solo 所以 那兩分鐘的solo的話 你就可以去聽一下 我怎麼用我的solo 去經過不同的和聲 然後 我的solo可以帶出不同的和聲的音響 然後各位可以去聽聽看 然後自己也可以試試看 大概是這樣 所以 然後 這樣的話 這部分就大概又有 有20首歌吧 對 所以你看一首歌兩分鐘 二四個歌是40分鐘 然後 還不包含剛剛那些 短劇的 短劇也是一堆 所以這 呃 這本書呢 附了兩張CD 其實 應該要塞三張CD比較好 但是 勉強塞完兩張CD 所以兩張CD都是灌滿的 那就是除了我剛剛講的伴奏 然後 core melody 以外 還有就是single note soloing這些 然後 所有的single note soloing這部分 我都有附上 play alone 就是我把我自己solo的部分拿掉 你只會聽到 然後 我彈吉他幫你伴奏 然後還有double bass的部分 對 因為 這個CD的錄音就是 我自己下去彈double bass 我自己下去彈吉他 就只有 兩個樂器而已 對啊 對 因為我不會打鼓 如果會打鼓的話 我可能就下去打鼓 那 所以是原音的 double bass下去錄 然後 在最後一張 最後一個章節就是 叫做 如果有一天你去jam session的話 然後我有介紹 要 講一下jam session 在美國jam session的概念 需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我有列出 50首 你一定要知道的 爵士樂經典曲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 所以 你看這個 有兩張CD在上面 好 那 這本書大概是這樣子 那 就是說 對 有一點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 很多書裡面 他可能提供很多solo給你啊 他都把它抓成 用無線譜都抓下來 那 我可以跟 在這邊跟各位講 我自己覺得 呃 我自己的 approach 就不是這樣 我把它solo都彈出來 錄在錄音 錄在CD裡面 然後 我希望你自己去聽 那 你如果覺得裡面 東西不錯 你想 你想要 投起來 我想要抓起來 你就自己去抓 我的書裡面是提供和弦 就這樣而已 那你自己 要去 可以去看 可以去聽一下 我用什麼音 你可以去抓下來 你覺得好聽你就抓下來 你覺得不好聽你想彈你自己的 也可以 因為我有附上play alone 好 那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回答 在呼應我 一開始講到說 有朋友 發簡訊給我 就是說 這本書到底 可不可以拿來自學 還有就是說 自學大概需要哪些程度 我覺得 我覺得我 還是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 因為我覺得這東西 你要自己去判斷 我只能說 我介紹我的書 的所有的章節 還有我的思考 寫這本書的思考 想法跟那個思緒 理路這樣子 那你來決定這本書 到底是不是 work for you 對你有沒有用 那 我還是再強調一遍 我希望 因為我個人是很相信 free trade 我相信公平貿易 所以 我能做就是 很盡量的 開成布公的 很清楚的 把我這本書介紹給 想知道 有興趣的朋友 那你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買 你如果覺得不要買 那也很棒啊 那 在 這也一樣的想法 我把這樣的想法 運用在 我的 這本書的 臉書專頁 就是決士吉他 直球對決 這個 臉書專頁 專頁上面 那個關於那一欄 我就有寫 因為我的書 是 我們臉 書上 不推廣 不買廣告 因為 因為我 真的覺得 一方面 我自己 在上演出 我也很怕看到 一大堆什麼贊助啊 因為我會覺得 真的有時候真的很累 我覺得我 我視覺上面 被 被被被被被打擾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會希望說 欸 這 的確是一個書 那你買了要錢 所以這是一個商品 沒有錯 但是我會希望說 你是買了一個 對你自己有用的東西 而且你是 你是需要的 你覺得這本書 對你買的 會有用 有需要 你再去買 所以 我 並沒有 想要站在一個 地位去說 欸 拜託拜託 大家來買 這樣 我完全沒有 我會希望 是一個 我很誠實 把這個 我對於決士吉他的事情 寫出來 那你如果覺得 這本書很好 那你覺得價錢 你覺得 fair 那 你就買吧 那如果 你覺得這書 根本 是個垃圾 只是 擺在家裡 浪費 浪費空間 那我覺得就不要買 其實 還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書 你可以去買 然後 還有很多很多 很棒的CD 你應該去聽 就是這樣 對 所以說真的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 非常謝謝大家 這個錄影是 有點長 25分鐘 那 希望 有跟大家 大概的 呃 對於我這本書 有興趣的朋友 大概有跟大家說明 就是 也許可以解答 你們心裡面的一些 問題 或疑問這樣子 有關 這本書到底是 裡面是在幹嘛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